两周不见,甚是想念,不聊,在下周后 感觉最近时间过得特别快,会跟几期一个不小心,绝对拖到了春天 既然都已是春暖花开,春意盎然 春夏秋冬的啦,今天就必须继续海,是什么? 不留情面的,又又又又又,不得了了 今天大家看一套位于日本东京练马区出租的保育园 对面的个性设计公寓 并且不用去猜,必然是你们喜欢的阴间 还是先敷衍吹拨硬性条件 房子距离最近的车站线路东武东上线的东武练马站徒步8分 生活便利质安良好,性价比很高的居民区 而且最关键这一站还带个大商场和电影院啊,非常nice 再来介于6年前,2017年的明墨大家放假那几天 是个木造三层,一到三层一户的41平米 玩入木户型,外加一个roft 这味道是不是有点熟悉 最后这一位房租老规矩片尾勉强公布一下 就你们尽管猜不到,但还是等你们预判一波了 来到门口,一模一样的几扇门挨在一起 想走进邻居家估计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让我们指马一开 哇,是真白 一步进来,一条只能容纳一个人出入迷宫般的入口走廊 确认过眼神的确是咱们频道的风格没错 认证成功,小灯给它打开咱也不是那种抠搜人 花别人的钱一定要大打方方 在low眼里面,两扇大白门一扇比一扇白 还有个上去的楼梯和哪哪都有你的写机方志场 先不去管大家看回玄关 这空间确实是啥也没有了 甚至还没有鞋柜,一点不给面子 OK,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着是第一扇门,拉出来 卫生间放在门口合清合理 方便你回家第一时间可以释放自己 而且这长度感觉有一空了点出来 让你放个鞋柜啥的 两股气为一融合 腹腹直接给你干破裂了 再来第二扇门的背后 既然直接就是洗浴中心了 就看一回家让你先排排清楚 再洗洗干净 上楼直接好下锅了 里面的空间大小 加上这袖珍洗手池 哈哈,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你们就看我跟这墙有多亲密 就知道小孩有多胖 再来这小池子 总共两只手洗起来估计都得排个队 好在上面镜子算是保留住了 而且玻璃架上放双 彭格列手套还挺合适的 洗完手直接能戴上 不耽误事 于是转身再狠狠一脚 踹开浴室门 过分了呀 洗面锁做的那么小 原来是为了塞进一个浴缸 可以见的日本人得是有多爱泡澡 带个窗户也极其好评 还有只大虫子 窗外面被挡得奄奄实实 像在坐牢一样 啥也没有啥也不是 接下来终于 步子迈到楼梯口 抬头 情况恶劣的 是不是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盗梦空间的感觉有点了 这就让我们上去看看 究竟咋回事 座边楼梯下面空了出来 还别说 放上几把 乘手武器下楼的时候 随便抄几把 真的方便 还带一扇机具昌 可惜不能打开 站在这也许应该是 被军那一方 然后走着走着 也不知道为啥开始螺旋起来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 从格局上来看 这竟然是二楼你受得了吗 没个正经 而且这一块块木板 又薄又不太结实 分分钟都要送我走的样子 哎嘛 可算上来了 那么现在 整个房子大致的模样 已经显现出来了 白色墙面 加上整套的原木峰 有那么点点小感觉 整个布局 分成了上下两段 两块区域 还有个阁楼 墙角这里 就连引体向上的 挂衣杆 都给你准备好了 nice 不过这里还是有一点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窗户 为啥要开在地上 难道 果然 一个防御性极强 超级隐蔽的狙击窗 像刚刚下面 那个打不开的狙击窗 让老王站在那当诱饵 然后你就可以从容往这一趴 看别人狙老王 美得很 还有点就是要小心 家里的宠物 这个高度下去 基本就是重启人参了 还是继续往屋里看 这里空间利用了一小拨 桌子给你装好了 操作空间虽不宽敞 卧橡皮是有点文化 但不多的朋友们 绰绰有余了 边上走电线的洞也早好了 实在学不进 你就打会儿游戏找找感觉 一会儿也许就学得进来 至于右边三排 这个看似观光席 没事往这里坐 除了有点扎手 坐着还挺舒服的一块区域呢 其实是个电视柜和隐藏收纳 插口和电线小洞都有了 下面柜子里就可以藏个DVD 整件小皮儿啥的 完全不会被发现 这可太需要了 这么看下来 想想在配上前面 这阴了八基 超级长的螺旋楼梯 一套一手难攻 机器完美的安全屋 实锤了 于是在我们往上一步 剩下的就是厨房和阁楼 至于厨房部分 这空间 这大窗户 多少有点奢侈了吧 轮位眼外面 针对着的是我们进门的那一边 虽然除了房子以外 没什么景色 但也毫无遮挡 也算一望无际了 小蓝天再这么一搭配 有点舒服在了 若不禁风的小栏杆 一看就 若不禁风 真怕你掉不下去 另外你们知道 这里脚下为什么还要开个小口吗 弹幕可以小小讨论一下 接着灶台部分 一个人勉强可以五刀弄枪的宽度大小 洗去切去炒去 虽不大 但也算有 唯独电磁炉就有点不讲情面了 番茄炒蛋 打卡失败 上下收纳也必须多得有 最后我们再转过身子 来看看这个 风力无比的阁楼 一个表现人两半的那种 既然小楼梯也给你搭的可好了 今天我就不费给大家看了 厨房属是离的有点近 于是来到阁楼上面 比想象中的长一点 也更窄一些 说着躺 四个人应该是 有点问题的 两个人差不多 不过最最疯狂的 莫过于右手边这条 小小的气风了 估计真睡在这里 手机每天能掉下去200多次 大概率是为了通风 设计的挺好的 不许了 还有一点比较精彩的 就是这肉眼可见 油烟势必往上匀的走向 就这布局 不管多大的通风口 估计每天都是以油洗面了吧 再就是这一排木桩 当个小台子 简单办办公 洗洗毛笔自尔练练瑜伽啥的 半个小时没有问题 但不能再多了 往下搂一眼 这个宽度 你们说应该 很好摔下去吧 OK那么以上这些 就是今天房子全部内容了 久违的有点乐高屋那意思了 上串吓跳的 所以像这样一套 日本东京猎马区的 40平米上下三层 上下三层 个性设计 安全屋公寓 每个月的租金 到底是多少呢 5500元人民币 折承日币的话 10.8万 其中包括管理费 总的来说 略显慷慷的价位 虽然是个玩Room户型 但也有个40平米 像小情侣或者好机 有两个人要好一点 不介意一个房间的话住住还行 但如果是普通合租 就明显挤了点 而且一个人住呢 又用不太上 就小豪个人感觉来说 还是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那么不让你们觉得 怎么样 是值还是坑呢 记得一定要评论留言告诉我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赞 评论 分享 收藏 如果是看日本的房子 关注也一定 您不要蜡 我是日本房产经纪员小豪 让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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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